OK 大家好 我身后就是这个 Zika S 这辆车已经确定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宁波的国际赛车场 来为大家率先体验一下这款车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实际上呢 这款车是一款定位介于比较 C-Segment 的 Crossover 虽然讲它是 Crossover 但是我觉得它像 Hatchback 比较多啦 然后跟它同一个平台的车款是包括了 Volvo 的 ES30 还有 Smart 的 Hatchback 1 但是在外观设计部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款的 上面这一个其实是日渐新色灯 它的这个头灯组是在这边 然后它整体的这个视觉的冲击性是非常大的 然后对比起它两个兄弟呢 其实这辆车有一些蛮特别的地方 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下 看它的旁边 它是没有门把的咧 它完全没有门把 那么你要怎样开门 这个 Button 你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打开车门了 如果是讲你担心是可能它这个 Auto 开门会敲到还是什么的话 不用担心的 其实它旁边是有 Sensor Van 如果你站在这边 你按 Button 开门的话 它是不会敲到你了 它就会卡着 然后你再按 看 它会自己打开 当你离开之后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 Fancy 一下 另外它的车窗是一个无窗框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包括我在内 我都会喜欢这个车子啦 不过它的这个电动门就只有前面而已 后面的话 还是要手动开的 按一下 然后自己手动打开 OK 因为这样 这边下大游的时候这样车有点肮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尾 车尾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把手的 你要按一下这个 Button 它就有一个 PowerBook 打开 如果以一台 B Segment 来讲 我觉得这一个后面的这个尾箱的空间表现 就中规中矩啦 没有到很出色啦 不懂 这种 City 的 XUV 或者是 Hatchback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所以空间表现你们满意嘛 这辆车充电的地方很 Cool 哦 你看啊 它是没有那种 Button 了 然后你按下这边 它就会自动打开 然后打开了之后 它有这个 AC 跟 DC 啦 如果你要关起来 这边按一下 它就会关回去了 这个一体化的设计 嗯 真的很 Cool 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 Zika X 的钥匙 很精致是不是 果然它们这种精致小车的钥匙 都是特别放心时去 Design 的 其实就一样 你坐进来车子之后 你只要按一下这个 Button 车门就会自动关 然后这个就是 Zika X 的内装设计 这个内装的质感是还不错一些的 就是可能白色会比较容易肮脏 但是你摸得到地方基本上都是软的咧 这个质感的部分是好的 然后它也配备了这个 Yamaha 的音响 Yamaha 音响效果其实还不错一下 然后这个 Screen 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还蛮帅的 就是你的四肢手滑过去 然后它的 Screen 会跑去旁边 就是讲 你的旁边有座人的话 它可以在这边就是控制荧幕 然后你又不会分心 可是这样子你就看不到你的 Wave 了啦 就 这个有好有坏咯 然后一样你滑下它就回来了 摔嘛 还有一点就是 你除了用这个 Button 来控制车门的开关之外 你还可以用这个图标 例如讲你要这个门开 你按下去它就会开门 看到吗 我的门就开了 然后一样 你按回去它就关了 当然其他的东西包括那个 Power Board 啊 包括这个充电口的开关 都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控制 如果是以这个座椅的舒适度来讲的话 这个座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OK 这个就是我乘坐在这个 Zicke X 里面的空间表现 可以看到这个椅子的这个后背的支撑 基本上可以支撑到我的肩膀 然后我的头部也不会有压迫感 这个主要是因为上面有一个超级大的全景天窗 压迫感不中 那么这样子做起来我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的 当然啦这台车也是有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而且未来在国际版本 就是马来西亚版本的话 应该也会有这个 Android Auto 跟 F8 CarPlay 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 或者国际的消费者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这两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连它的这一个中央扶手都是可以移动的 我用语音控制来示范一下 把中央扶手向前移 所以它整体就是主打一个镜子 这样子的这一个空间表现呢 我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基本上就跟我们之前试驾过的 Smile Hashtag 1 差不多啦 如果是讲一个成人的话 坐在后面两个人应该是问题不大 OK 这个就是这个 Zika X 的后座空间表现 前面是我的标准桌子啦 基本上它的空间表现呢 跟我们之前驾过的 Smile Hashtag 1 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后面乘坐两个大人问题不大啦 然后头部的压迫感同样的是因为有这个全景偏窗 我的身高是 181 这个已经没有那么口头残了 所以坐在后面的话这个空间表现是 OK 一下的 它主打的东西其实就是精致啦 就是这个 Touch 一下就可以开关的灯 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 Data LED 的勾 可以给你挂 Data LED 它的这个 Power Window 的 Button 也是很精致 就是一个小拨感的设计 推一下就可以开关你的 Power Window 比较可惜的点就是后面没有冷气出风口啦 然后其实呢它还有一个顶级的版本 就是它的这个中央扶手可以用电动的控制来进行滑移 然后它的这个椅子也可以做个倒屏的设计 就是前面的这个副驾驶的椅子 可以做个倒屏的设计来倾导给你做更舒服一点啦 那个是顶级的版本才有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一个简短的试驾分享影片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 Zyker X 的试驾感受 首先其实这辆车它跟这个 Smart 的 Hashtag 1 是同一个平台的 就算你看它的动力输出呢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 不过不管是 Hashtag 1 还是这个 Zyker X 都好呢 我都不会把它当成是两 Crossover 的 SUV 啦 我觉得其实它更像一辆这一个 Hashtag 车啦 那么在试驾的感受 因为我们试驾是顶级版本 所以它是有这个 OVD 双电机的系统 首先这辆车的 traction 表现确实是很不错一下的 我跟你讲 有些是因为我们在试驾的时候是面临了这个下雨 它有一点点微微太空的情况下 地上是比较湿滑的 但是呢 它有这个 OVD 系统 加上这个比较好抓地跟排水性的轮胎呢 其实整体来讲呢 它的操控表现我是觉得是稍微比较好 Hashtag 1 好一点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三向盘的转向力度呢 也非常的精准啦 就是讲如果是讲 你看我在每一个赛道转弯的时候 基本上那个方向盘是非常非常的耿熟 这一点哦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跟 Hashtag 1 相比呢 它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不过咧 如果你是要讲一些奢华配备的部分哦 我还是觉得质感是 Hashtag 1 是比较好一点点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讲到这辆车 这辆车怎样来讲哦 它还是一辆变动车 因为电动车本身就是比较重的关系 因此咧 在弯道的时候 它的这个body roll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看每一个弯哦 那个body roll 都会让我的camera 是非常有倾斜的角度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 还可以接受到 因为毕竟 你有买到这个 ZX 的话 你不会真的是每天都拿来下赛道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这辆车还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点 就是因为它是电动车 你在每一个弯进弯出弯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slow in fast out 你在一出弯一补油门的时候 你可以 feel 到整辆车是在甩的 就是它有一点点像后轮驱动车的特性 它整个会有那种甩尾的感觉 我跟你讲 这辆车的驾驶乐趣 是真的是有的 而且在直线加速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一个电动机 是可以在3.6秒 3.7秒以后完成0到100的加速 它的加速表现真的是很暴力 而且呢 这个宁波赛道本身挑战性是比较高一点的 它有很多很刁砖的这个弯 所以这台车可以 handle得到 是让我还蛮 surprise 的 只是你真的不要把它来 当一般的赛道车款来开 因为其实呢 像是我有一个在台湾的媒体朋友 他们有讲过一句话就是 一辆快的电动车不代表它就是新能车 所以这辆车是有驾驶乐趣 没错 但是它并不是一辆新能车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把它来 当着一个塞车来开啦 但是我的总结很简单 就是这辆车它的这一个 驾驶感受是OK的 然后加上呢 它的动力表现也很出色 续航也够长 那么对于一般日常驾驶的话问题不大 我最喜欢的就是整个steering 感受还有车体的隔音 当然加速是不用再讲太多了 电动车的加速都是不错的 那么这辆车 如果在马来西亚的售价 大概是16-17万左右 有起跳啦 我觉得应该是大卖的 因为开起来是真的好 那么这个就是这辆车的steering 它的steering其实也是采用了 跟这个MG4很类似的 这个analog的这个控制方式 它不是button呢 它是一个analog来的 这样子推 然后前面有一个这个 驾驶者侦测系统啦 就是它是一个infarad来的 它可以detect到你的脸 然后看你是不是在睡着了 睡着了的话 会给你一个提醒还是等等 下面有一排快捷键 这个是touch panel来的 例如讲你要360镜头 你就按360镜头 然后它的360镜头的清晰度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一下 然后当然它也是有这个 autoparking的系统等等等等 然后你可以切换角度 这个清晰度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的 这个清晰度应该都是不错的 这个还蛮牛叉一下的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 现在我们再从这边 然后它的充电速度最高 可以到150W 所以其实这辆车的 充电速度是相当快一下的啦 150千瓦的充电速度 我相信它可能是 在半小时里面 就可以充到一个80-90%了 因为这样我们还有27%了 所以这个充电速度确实很快 嗯 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简短 关于这个Zikker X的影片啦 这款车预计会在7月份到8月份 在马来西亚上市 我自己推测它的价格 可能会在7万到20万左右 那么如果我真的猜中它的价格 你觉得这个价格会有竞争力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那么好啦 就算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我们现在其实差不多要赶回去这个杭州啦 所以今天的影片会有点点短 不过没有关系 等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之后呢 我们也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